監視器裡這名紅衣老伯伯走進警局 開口就是一點串的韓文 讓派出所遠景面面相去 依稀可以聽見裡面好像有一些電話號碼 但幾名遠景還是一頭霧水 原來這名韓國老先生跟團到淡水老街遊玩 卻不小心跟團員走失了 求助無門的狀況之下 只好一個人走進派出所求員 這是一個走失老人 結果我們之後才發覺 他是一個韓籍人士 來之後才詢問說 旁敲特急 詢問說他是韓國旅行團 過來淡水遊玩 結果他就走失了 過程中他沒有跟到他們旅行團 那個導遊所帶領的團隊 值班台前老先生比手畫腳 單幾個遠景還是有聽沒有懂 只好上網求助 而還好這個時候派出所內的年輕遠景 想起自己有朋友就讀淡淡 也趕緊托他幫忙尋找喬生來做翻譯 我淡淡有認識朋友 淡江大學有認識朋友 想說他有沒有認識一些外籍生 結果他跟我說有一個韓國的喬生 對阿所以就透過這位韓國喬生的關係 進而了解到這位 漢基老先生 他是因為旅行團 跟第二台走失的這樣子 那後來阿伯有沒有很感謝你們的作為 他是有講韓文的 可是我聽不太懂 有有有有 有跟我們握手 握手這樣子 最後遠景用自己的手機 帶給朋友介紹的韓國華僑 再將電話轉給老先生 兩個人手機輪流槳 有電話之頭的喬生翻譯 另外兩名遠景 則是利用電腦查詢旅行社資料 好不容易 終於聯絡上了旅行團的領隊 也幫老先生找到回家的路 記得陳柏惟淡水採訪不到 好